第四十像预言了蔡英文 或是最后一任总统 到底四十像说了什么呢 第四十不图 这个图像里面 看到的是三个小孩 那手里拿着同样的东西 代表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的根源是相同的 所以有人在看第四十像的时候 所想到的就是两岸三地 居中的一定是中 因为比较大 右手边的 头顶没有毛的 脚下不穿鞋的 这个是台湾 另外一个档案就是 香港与澳门 由称词来看 小小天罡垂拱而至 讲的是两岸三地 分裂但各有治理 无土有主 讲的是台湾宣称 有全中国的主权 一二三四则是最争议的部分 有人分析 一二三四总和数字十 暗指中华民国 只有十任或十位总统 甚至从老蒋总统到台湾 开始起算 蒋介石 蒋经国都各算一任 中间还有严家干一任 李登辉两任 陈水扁两任 马英九两任 第十任总统正是蔡英文 是不是有说到说 最后一任总统是蔡英文 我觉得那个就是个人的解读 而且是带有政治性的解读 而从颂词的后段来看 若逢木子冰霜换 木子就是李 李登辉是新盛的 冰霜是水的变化 有人说是指陈水扁换是败落 李登辉时代是不错的 到了陈水扁的时代 可能就开始做一些改变了 那这种改变 生我者猴 死者雕 那生我者猴是什么意思呢 猴是猴孙的意思 孙是孙中山的名字嘛 所以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去创建的 死者雕 雕是什么 雕是老鹰 它会毁在哪只鹰的手上 可能也有人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是不是就是说 好像暗示 台湾好像到了蔡英文就为止 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就要看后面会不会实际发生 枪调送 MING PAO CAN MEOT…… MING PAO TOC MING PAO TTech MING PAO T清楚